好,我們今天呢,這個生物科技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叫做基因轉職 呃,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什麼基因改造的黃豆啊 有 有吧 什麼基因改造的玉米啊 其實呢,這些就是所謂的基因轉職的作物 基因轉職 它的簡稱叫做GM GM 它的縮寫是由兩個字所來的 G代表那個基因的意思 genetical 然後呢,轉職就是 英文叫做modify 就是改造的意思 modify 所以,簡稱為GM 所以你可以是GM15 就是GNO O是那個作物的意思 生物的意思 所以呢,那什麼叫做基因轉職呢 基因轉職就是把一段外來的基因呢 植入到另外一個生物裡面 這叫做基因轉職 呃,例如說呢 這個,我們會把一些基因 像我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胰島素的製造 同學,你們知道胰島素是什麼東西嗎 胰島病 胰島病 胰島病要打胰島素 胰島素可以做什麼事 降血糖 很好,我們有學過對不對 他可以把血糖降低對不對 那這個血糖呢,降低就要很多胰島素 像胰島病他可能是在胰島素製造壞掉的 沒辦法製造 那怎麼辦呢 以前是用什麼方式呢 就是去找一隻豬 因為豬的胰島素跟人還滿像 所以你如果要胰島素就是 你就要殺一隻豬呢 然後把他的活的那個胰島 胰臟取出來 然後把他裡面的胰島呢 胰島素萃取出來 所以一隻豬呢 只能夠萃取出一點點的胰島素 那你如果要離怪怎麼辦 就要殺幾百隻齁 豬或牛對不對 那這樣其實成本很高對不對 而且那些豬很可憐對不對 那麼呢 後來呢 就有所謂的生物科技的方式 你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的胰島素怎麼來的呢 我們的胰島素呢 其實它是一種蛋白質 它本身是一個基數 也是蛋白質 那胰島素呢 它在我們的身上 是由胰島水製造出來 那它的成分是蛋白質 但是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想像 這個胰島素 這個胰島素 其實就是像我們 我們做菜 那個 我們吃的那個菜 那胰島素怎麼來的呢 它必須要有 胰島素的基因來製造 胰島素基因 那胰島素基因做什麼事呢 在我們的DNA身上呢 我們DNA身上呢 有一段基因 叫做胰島素的基因 它的功能就是 專門製造什麼呢 胰島素 所以它的DNA 所以在我們身上呢 你要有DNA才能夠製造出什麼 蛋白質 比方說 白化這可能是因為它哪個記憶壞掉 製造黑色素的記憶 那黑色素其實是一種 一種特殊的化學物質 甚至可能有一些蛋白的成分 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要製造黑色素 你要有什麼東西 要有黑色素的什麼 基因 黑色素 黑色素的基因 你知道嗎 有基因才可以製造什麼 蛋白質 因為那些成分通常都是蛋白質 好 那就像那個海綿寶寶對不對 它有一個叫做 美味蟹寶配方對不對 對 那每次疲勞感都要偷什麼 不是偷 不是偷美味蟹寶 美味蟹寶它不是做很多 oval 看他們偷ai 蟹寶嗎 macoke how 偷 insbesondere 蜜 Ừ 蜜 Ừ 蜜 Ừ 蜜 蜜蜜 蜜蜜不是 所以就像那個食譜 那個蜜蜜 就是基因 它就是做出來的 美味蟹寶 所以光是 美味蟹寶 是不夠的 你要有配方 才可以製造蟹寶 但如果我們有這個基因呢 我們可以以氣 戏訓棒輔造 所以這個過程 你要有基因 就可以製造很多的營藥東西 蛋白質 所以重點是這個基因 所以基因轉值是在轉值什麼呢 這是DNA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因轉值的流程是什麼 這個就很重要 流程 流程首先你要有兩個東西 我們通常會用誰來當基因轉值的材料呢 我們用細菌 因為細菌很好養對不對 你只要給它一點糖粉 它就會一直分裂一直生長 所以我們先取用不斷細菌的DNA 細菌DNA很特別 它是圓形的 我們的DNA是一條一條的 46 條 可是細菌DNA是一圈一圈 我這邊有做一個紙袋 就是一圈一圈這樣 它是代表細菌的DNA 它其實有一個專題叫做磁鐵 你如果上高中 我們會知道 這個東西叫做磁鐵 它的名稱叫做磁鐵 那你如果不知道 它就是細菌的DNA 那我們要請細菌幫我們製造胰島素的話 我們還要有一段什麼 人類胰島素的什麼 我們會從我們的感色體上面取出一段 這一段我們把它叫做目標DNA 就是你想要製造什麼 你就是取那一段DNA 你剛說課本說那個魚會發光對不對 它取的是誰的DNA呢 它是把水母會發光的DNA呢 放到你一個身上 你就會發光 所以它植入的就是水母的DNA 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要目標這邊 這邊的目標主要是磁島素的DNA 不是磁島素本身喔 是它的DNA 就是那個食物 那我們現在要做這個基因的改造要怎麼辦呢 首先你要先把這個細菌的DNA先把它剪開 剪開 我們等一下請同學來做一次 那個小老師幫我發一下 兩個人一個 幫我發一下 紙環 兩個人一個 然後這個是紙袋 這是代表說要轉值的目標DNA 這個也是兩個人 兩個人一份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先把它剪開 剪開之後呢 這個DNA會長什麼樣子呢 好 好 它會被剪開 好 同學 那請問在生物的世界裡面那個剪刀是什麼 呃 其實是一種酵素 你知道嗎 那個酵素有名稱叫做限制 好 限制 對它可以 它有不同的剪法 有不同的 就像剪刀有一種種類的剪刀 對 它可以 總之它可以剪開DNA知道嗎 好 它的功能就是把DNA怎麼樣 切開 它可以切開DNA 可以 這個發現這個限制煤的科技家拿到多配額 這樣 所以呢 就把它剪開 剪開之後呢 你現在已經可以剪開嗎 用你的限制煤把它剪開了 欸 你的怎麼已經貼上去了 怎麼滾 你動作太快了 所以它都會在試管跟操作啊 所以它都會在試管跟操作啊 蛤 所以它都會在試管跟操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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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試管跟操作啊 然後再擠一 試管跟操作啊 然後再擠一 不會啊 可以剪別的生物的經驗 可以 這什麼生物都可以剪 只要是DNA就可以剪 那也可以使用 對 對 這個還蠻不早的 我怎麼不講這麼多寫 你如果動的話我會 好 那麼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同學 接下來要把它怎麼樣 把目標DNA怎麼樣 剪開之後複製之後再把它貼上 知道嗎 要把它貼上 好 所以貼上要用什麼酵素你知道嗎 剪開要做限制美 那黏上去叫做結合美 第二種酵素呢 把它們怎麼樣 黏上去 黏上去 所以呢 剪開跟黏上之後就變成什麼了 剪開又黏上之後最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一段是細菌的DNA 因為細菌要生活也要DNA 然後一段是誰的呢 所以呢 我們人類的DNA 就跟細菌DNA怎麼樣 結合在一起 這個叫做重組DNA 這個過程叫做重組 好 所以呢 你就把它 把它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要做嗎 是啊 我們現在就把它貼上去 直接回它 對 把它剪開 因為沒辦法帶你去研究室做這個 沒有 沒有 我把它剪完之後就丟掉了 我們只要這一段 好 所以 欸 這樣就完成了重組DNA 你知道嗎 同學 在實驗室真的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只是 他們是用看不見的DNA來做 但是我現在用紙袋來告訴你們 真的就是這樣做 對 好那做完就結束了嗎 答案是沒有力 那個皮老闆 偷到美味蟹寶就沒事了嗎 沒有 沒有 他要這樣 他偷到美味蟹寶之後 他要做什麼事 他要去生產對不對 他就要去製造美味蟹寶對不對 那一樣到底 我們 細菌拿到這段DNA之後 要做什麼事 就要請生物 請細菌怎麼樣 製造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這一個步驟很重要 就是要把這個重組後的DNA怎麼樣 送到誰的身上 送到細菌的身上 好 我們就把它植入在 植入到細菌的身上 就叫細菌吃下去對不對 我們在先就是把細菌打破 然後把它打一個洞 然後讓它進去 然後它就會製造 植入細菌或細胞都可以 不一定要細菌 好 那我現在畫一隻細菌 細菌長這樣 細菌通常有尾巴 我畫一個笑顏 這是細菌 好 那 當它把那個 重組的DNA吃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做什麼事 你知道嗎 它就會開始製造 就是上面DNA 要它製造的東西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我們的目標 可能是要做胰島素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它就會開始 產生大量的什麼 胰島素 胰島素 三角形代表胰島素 是代表胰島素 那 那 我以前在研究室就在做類似的工作 就是 我就會養細菌 然後叫細菌給它吃下去 然後養一大堆細菌 就是因為細菌很特別 是大概半個小時 一隻就變兩隻 然後再半個小時 兩隻變四隻 可是呢 你只要一天就會怎麼樣 一變二 二變四 四變八 八變十六三十二隻下去 只要一天就有好幾兆隻的細菌 好 細菌 這邊細菌通常都是用大腸排菌 大腸排菌 或細菌 或細胞也可以 但因為細菌養細菌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都用細菌 但是這樣可以吃細菌 為什麼可以 對 因為它只是要製造這個東西 或細菌排出去就沒有 不會排出去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養一大堆細菌 它身上 肚子裡面就是裝滿了什麼 遺島素 遺島素對不對 這時候我就用一個機器 就是叫做 高壓機器 就是它會把它擠爆 然後裡面的汁就會流出來 然後流出很多遺島素之後 我就會過濾 我把它的渣渣過掉 過濾掉 那最後我只會 我只會 純化那個 遺島素 那剩下它的屍體 我就把它丟掉 所以那個細菌就死掉了 就死掉 可是 可是如果知道它遺島素 可以救活很多人 對不對 所以一直是犧牲小果然之道 犧牲 犧牲細菌 救了很多人 你是細菌組成的地方 我不是細菌 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製造出 大量的遺島素 就可以 欸 遺島素以前一貫很貴喔 現在就怎麼樣 很便宜 很便宜 因為可以救很多人 所以現在糖尿病人就可以了 老師 那遺傳遺菌後 還是有很多命名 就是生下 你是說 遺島素 就是如果 就是重組了 重組之後就是細菌裡面都帶有這種基 你看 它板子也會帶有這種基 好 對 就是大腸桿菌喔 我們後面會學到細菌的樣子 細菌的長相呢 在 課本有照片 課本是在 第 98頁 有看到那個大腸桿菌的照片嗎 98頁多少邊 中間 好噁心 就好像那個 軟糖一樣 好 那同學 這個 基因轉子的威力 並不在此喔 它有很強大的威力 就是 你們聽過 基改黃豆嗎 好 好 為什麼 改造黃豆呢 這麼爭議呢 因為呢 同學 科技家就想說 如果我把這段基因 我現在目標DNA改成是 一個 能夠殺死 昆蟲的 的 一種基因 有一種 有一種 細菌叫做Bt菌 它叫做 蘇力菌 Bt 蘇力菌 蘇力菌呢 它是土壤中一種細菌 那它會跟一種毒素 那只要昆蟲吃到它 就會一直拉肚子 腸子就會 潰爛 然後就會拉拉拉 就死掉 所以如果是毛毛蟲 吃到這種細菌 它就會拉肚子死掉 對 那這種 蘇力菌呢 它會有種毒素 叫蘇力菌毒素 那 問題是 它只對於 昆蟲有害 昆蟲吃了之後 就會絕對自命 就會死掉 可是人卻 完全怎樣 無害 因為我們不是 不是毛毛蟲 我們的構造跟毛毛蟲 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人吃了呢 一點反應都沒有 所以呢 科技家想說 那我就這樣子啊 我就把這個目標DNA 改成是蘇力菌的 毒素的基因 然後把它植入到哪裡 植入到黃豆身上 你知道嗎 那黃豆生出來 所有的細胞裡面 都有什麼毒素 蘇力菌毒 所以呢 做出來的黃豆 它就說 欸這樣很好啊 都不用撒農藥 以前這樣撒一下 現在就不用撒 因為沒有人敢吃 因為昆蟲吃就死了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們吃了是不是吃多了 有點死啊 欸 就是 對 這個就有爭議 就是說有人就說 欸這個 有人對這種蘇力菌的毒素 會過敏 就像有人對花粉會過敏 有人對 那個花粉會過敏 對 少數人會過敏 沒錯 所以第一個有過敏的疑慮 第二個是對生態可能會怎樣 破壞 因為那個 有些蟲它可能只是路過對不對 不然吃到有花粉 結果就死了 就是可能會破壞那個 或是說那個黃豆的花粉 如果飄到野外 跟野生的豆子 這個雜礁之後生出來小孩 可能就會破壞那個 因為就是形成所謂的超級雜草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草本來不是一樣 結果它的花粉 已經經過菁改造了 然後飄到那個野外 結果那些雜草都不怕蟲 這樣 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 所以有一派人認為說 會不會形成所謂的野生的超級雜草 就是那些被改造的菁流到哪裡去呢 流到那個野外去了 所以這都是基因改造會面臨的風險 所以就有人說不吃基因改造 可是它有好處就是 你像黃豆如果基因改造就可以怎樣 不用撒農藥不是很好嗎 農藥也會完全造成破壞 對不對 如果可以這樣子很好 所以課本有提到 像那個番茄也是 番茄呢 因為它很怕碰撞 碰撞之後就怎麼樣 就爛掉 那個就虧損得多 那它們就植入一些 我記得有一些植入那個魚的基因 他們就找到那個深海魚 因為有些魚呢 它是身上有種蛋白質 可以抗那個凍傷 因為像有一些番茄它們種在比較 比較冷的地方會 會凍傷 它就是有抗那個凍傷的基因 把它吃進去 所以一個番茄裡面可能會有魚的基因 可是結果另外一個問題說 那我在吃番茄是吃肉還是吃素 因為裡面有魚的基因嘛 對齁 對齁 那比較常見的地質 還有像這個番茄就是怎麼樣 植入什麼呢 水埔的螢光基因 它就會發光 那我說番茄可能會啊 你要讓沒有會飛的基因 喔沒有 會飛牽涉到很多構造 鳥的基因 它有刺法有魚毛 那些很複雜齁 我們講的是單一的基因 那可以把鳥的基因 露在企鵝 企鵝 企鵝 企鵝就會飛啊 喔不是 沒有你要想說 會飛是牽涉到哪些基因 會飛牽涉到好幾萬盒基因 所以你 你光轉值一個是沒有用的 那就很複雜 那就是目前沒有辦法辦事 那如果就是把一些特徵轉到 戶外一個人上 然後它可以變成險性 呃有可能 理論上有可能 但是實際上還有可能 欸我們先錄到這邊 因為它放入了多久